今天我们解说的电影是一种第二部 继第一部人类大战歪星一种完结之后 人类又开始了对火星的探索之旅 只不过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豪瀚无垠的宇宙里火星探测队长小帕带着他的队员阿甘和小娜 开始了火星探测之旅 阿甘和小娜负责在空间站控制着飞船着陆 而队长小帕则称飞船到火星表面取样 之后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小帕也成功的在火星表面取样 之后在火星表面插上了梅过过气 这一切也都被实况转播到了地球 观看直播的人们对着电视欢呼着倾注着这一装具 而在取样完成之后 小帕再一次乘坐飞船回到空间站 队友们赶紧接过队长手中的样本 之后把样本放到飞船上 随后向总部汇报了情况之后准备返回地球 就在这一刻意外发生了 装有一个样本的罐子 因为密封不言打开了 里面流出了粘稠的液体 就在飞船启动的那一刻 粘液袭击了队友们 之后的七分钟飞船与地球失联了 所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在一家精神病院 一个老人看到失联这一幕异常激动 嘴里大喊着不应该让他们取火星 但在七分钟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不一样的是队长小帕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 探测队回到地球之后 队友们接受了常规检查 并抽血取样 医生告诉他们 回到地球的十天内要禁语 但是都是学期方刚的年纪人 他们才不去理会这些规定呢 这部在勤工宴上 趁爸爸老帕正在演讲 小帕勾搭上一个妹子 沉浸在温柔乡里了 要不是小帕也要上台演讲 可能这种原始冲动要持续一阵子了 在老帕演讲完毕之后 小帕上台 曹操几句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之后便马上跑到楼上的总统套房 因为妹子已经等候多时了 打开门的一瞬间 小帕看见有两个女人站在门口 这也太刺激了吧 她们今晚上一定是收获破风 小帕关上房门 开始和两个妹子攻读春孝区了 而在另一边谋实验基地 小妹博士正在进行外星人实验 而在一旁观察室里 是观看实验的商小们 这个外星人是之前那个 被小妹的外星人副本 名字叫下巴 虽然是外星人 但小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她 研究外星人的目的 抵抗外星球入侵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想要研发强大的生物武器 关于生物武器这方面 独眼上校一直都是一个极共近利的态度 对于这一点 小妹总是在和上校唱烦调 所以两人意见不是太同意 即便如此外星人研究仍在继续 小妹一直把下巴当作正常人来看待 两人就像朋友一样 面对天天在她身上做实验 下巴是有怨言的 但毕竟是试验品 她也没得选择 而此时在总统套房内 小帕正和妹子们繁云富裕着 妹子一号星满一座的下床 换妹子二号上位 要说这小帕的体力真是不错 两个妹子都累不到她 可能她就是传说中的一夜七次郎吧 妹子一号到卫生间整理自己 却发现她的肚子里突然膨胀起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 之后肚子就裂开了 由一个小孩一样的物体滑落 而妹子一号也在惊恐中死去了 此时的妹子二号也发现了一样 小帕的身上钻出了许多触角 并且钻进了她的身体 她很害怕惊恐尖叫着 之后随着高潮的来临 她也因筋疲力气死去 随后小帕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之后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她开始带着孩子来到母亲生前最爱的小木屋 将孩子安置在小木屋里 随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样本研究室里 博士老奥正在化验着 鱼航员们的血液样本 她发现他们的血液细胞发生变异 基因发生了变化 她感觉着不对劲 于是马上给她的老师 第一种还说了这个情况 而她的老师就是 之前在精神病院里发狂的老头 正在她回报着情况的时候 桌上的血液样本打翻了 血液溜到墙角 老奥前去查看 不连墙里伸出触角 将她死死钉在墙上 之后触角将她的肚子逃空 老奥到底不起挂掉了 没过多久 这个情况就传到独眼上校的耳朵里 于是她马上找来小美博士 小美将现场的血液样本进行化验 证实了外星人再一次入侵地球的情况 而且宇航员中已经有人被外星人基因感染 当务之际就是要找到被感染的宇航员 将他们处理掉 以免对人类造成威胁 此时独眼上校想到了之前 与外星人有过交缝的阿强 于是她找到了阿强 并以100万美元的薪酬请阿强出山 阿强同意了之后 在商校的带领下找到了小美 两人开始追踪 调查这三名宇航员 而此时小帕又开始了她的烈焰行动 这次这个美女是主动送上门的 已经感受到身体一样的小帕 想拒绝美女 却被美女一句方轻松给忽略掉了 当然结果就是美女成为下一个奇生品 这时小美和阿强正在 赶往于哈园小娜的住处 但赶到的时候小娜已经死了 她的肚子已经盛开鲜血淋漓 于是小美将她的尸体 带回实验室解剖 确认她已经感染 之后将她的尸体处理掉 下面就只剩下了阿强和小帕 于是上校下令追捕阿强 而此时阿强正准备和女伴为爱情故障 可裤子还没脱就被带走了 扫心的她抗议着 随后她被带到实验室抽血取样 安心的是她没有被感染 所以现在情况一目了人 感染者是小帕 但阿甘不相信这个事实 于是她前往小帕的住处 发现小帕正在淫淡自尽 阿甘想去阻止 但还是玩了一步 小帕已经抠走了班级 之后神奇的一目出现了 小帕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头 一瞬间就长得出来 就这样 阿甘确信了小帕被感染的事实 于是她马上返回实验室 找到小美和阿强 说了刚才自己所看见的 言想要做的就是控制住小帕 而此时的小帕 为自己物色一个又一个女伴 有夜店女郎战阶女 然后与她们缠绵繁衍出很多后代 之后她把这些后代 都安置到母亲的小母屋里 就这样她的后代越来越多 都可以组成一个足球队了 但繁衍后代的代价 就是很多年轻女性死去了 这样的连环杀人 引起了社会的恐慌 于是小美找到了夏娃 希望她能通过Y型人的 直接行李感应找到小帕 夏娃答应了 她通过感应帮助阿强和阿甘 找到小帕 他们追踪到小帕正在对一个女孩下手 于是一路追赶小帕 小帕则带着女孩上了一辆车 却在这时也感应到了夏娃的存在 所以她手了手让女孩走了 女孩拖着狼狈不堪的身子离开了 而此时阿强和阿甘也找到了她 她一连配合和阿强他们来到了实验室 在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 她看到了玻璃室里的夏娃 而夏娃也看到了她就在那一刻 两个人像初点了一般 隔着玻璃门深情对望着 像是许久不见的情人一般 于是小帕强迫小美打开玻璃门 被及时赶到的阿强阻止 面对阿强的无力威胁小帕逃跑了 而此时的下巴也变得亢奋起来 于是小美和阿强将这一情况反应给上校 上校则带着这些资料找到了老帕 希望她能说出小帕的下落 让他们将局势控制住 没想到老帕拘捕合作 直接把上校堆了回去 上校扫兴离开之后 老帕就来到小帕母亲的母屋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小帕 她表达出了对小帕的歉意 希望小帕能守守 跟自己去看医生 小帕则假装示弱 在于老帕拥抱的那一刻杀死了老帕 之后她走进母屋 发现孩子们已经进入残用期 他们马上就要长大承认了 在送最小的孩子进入残用期之后 她惊待着夏娃的到来 此时的夏娃在实验室里充满抗拒 拒绝消灭的一切请求 不顾一切的想逃出这里 她想和小帕在一起 于是趁众人不注意夏娃 装碎了玻璃门逃了出来 而此时实验室外 早已将无力部队补空在外面 夏娃出来的一瞬间 士兵们将枪口对准夏娃 一顿扫射 之后夏娃倒地不起 就在众人上前查看的时候 夏娃又奇迹般的复活了 她重破阻拦 驾驶一辆装甲车离开了 于是阿强和小美也紧碎起后 夏娃先他们一步 到达了小屋 与小帕相会 两人带着最原始的虫洞 拥抱在了一起 逐渐的现出原形 两个纯重的外星人缠绵在一起 而此时阿强小美和阿甘三人也赶到 进入小木屋的一瞬间 看着蛮污渍的残涌 他们惊呆了 于是阿强上楼寻找夏娃和小帕 小美和阿甘在楼下用毒气处理这些残涌 在处理完这些残涌之后 小美和阿甘去楼上与阿强会合 他们发现夏娃和小帕正在缠绵 小美喊出了夏娃的名字 夏娃也仿佛被唤醒了一般 开始拒绝小帕 但此时的小帕好像抱走了一般 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之前的好几倍大 将前来阻止的阿强和阿甘打倒在地 夏娃看到这个情景也开始反抗小帕 却被小帕一招致命 情急之下阿强将一把叉子扔了出去 关穿了小帕的身体 这好像打中了小帕的要害 小帕马上倒地不起 就这样三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而此时小美赶紧跑到夏娃跟前 发现夏娃早已没了呼吸 她很伤心 救援团队也及时赶到将三人护送出了小木屋 阿甘因为行动不便上了飞机 阿强和小美目送她离开 夏娃的尸体也被抬上救护车 就在人们认为一切归于瓶颈的时候 夏娃的肚子膨胀起来 原来小帕早就在这之前 种下了一颗邪恶的种子 噩梦仍在继续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听说长得好看的都给本河马点赞了 那你也记得订阅转发哟 爱你么么的